一杯奶茶的熱量大約250大卡 慢跑半個小時能消耗的熱量大約250大卡 如果你今天想要減肥 你會選擇少喝一杯奶茶 還是慢跑半個小時 或是少喝一杯奶茶 外加運動半個小時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想要減肥瘦身成功的關鍵 在於你能把一天的總熱量攝取 低於多少的總熱量消耗 並且能持續多長的時間 那持續三個月的效果 會比持續一個月要來得好 那持續半年的效果呢 又會比三個月要來得更好 如果持續一年呢 那會讓你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要做到總熱量攝取低於總熱量消耗 第一個做法呢 就是單純的飲食控制 飲食控制是最直接能讓 總熱量攝取低於總熱量消耗的方式 每天少吃一點糖 少吃一點脂肪就能夠做到 第二個做法呢 是單純的去靠運動消耗熱量 每天可能利用30分鐘的運動 來達到消耗2-300大卡的熱量 優點是除了能消耗熱量外 還能提升自我的肌力與體能 但花這麼長的時間消耗的熱量 還遠遠不及一杯珍珠奶茶 所以以減肥的效率來看呢 靠運動瘦身 倒不如靠飲食控制要來的輕鬆許多吧 第三個做法也是最有效最健康的做法 那就是飲食控制外加運動 利用每天少吃點糖少吃點脂肪 外加30分鐘的運動 來大大提升減肥效率 我個人呢是最推薦這種做法的 除了能很有效率的減肥之外呢 運動還能提升激勵於體能 同時也能鍛鍊你的意志力 通常呢減肥會失敗 有很大的原因來自於 意志力的不足 導致你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那我這邊來幫大家舉個例子 假設一位25歲男性從事業務工作 170公分體重80公斤的小米 他的基礎代謝是1500大卡 加上活動量以及攝食生熱效率 共約2000大卡 基礎代謝指的是人體在24小時內 靜臥狀態下所消耗的熱量 是維持生命所需的最小熱量 包括維持呼吸循環系統 神經系統以及肝腎等器官組織的運作 活動量指的是他每天日常生活 也許上下樓梯走路搭車 而攝食生熱效應則是 進食後器官消化分解運送吸收等等 所要消耗的熱量 這些加起來啊 那麼他一天大約要消耗2000大卡 那如果他今天想要健庇的話呢 就必須把一天的總熱量攝取 控制在2000以下 也許1700、1800 每天呢少喝一杯奶茶 少吃三片餅乾 或是少吃一點脂肪類的肥肉啊 就可以很輕鬆的達成 那如果啊小明呢 他就是瘦不了吃比較少 每天就是要喝一杯奶茶 就是要吃一些營養價值很低的餅乾 或是那個肥肥的三層肉的話 那他就只好加入更多的運動 來提升他一天的總熱量消耗 每天同樣攝取2000大卡 但是因為運動量大 讓小明一天的總熱量消耗更大 那麼他也可以瘦得下來 看起來呢減肥好像很簡單 但是為什麼就是做不到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習慣的養成 為什麼小明他今天會覺得自己肥胖 想要開始減肥 這是因為他以前的生活習慣造成 上班喝飲料吃零食 下班喝酒 讓自己的體態每天退步一趴 兩年後造就了他現在肥胖的體態 會變得肥胖呢 絕對不是一兩天就可以造成的 同樣你也沒有辦法在一兩天之內 就讓自己瘦下來 你每天呢一點點的小改變 時間拉長都會產生負力效應 就像滾雪球一樣 回到正題 提升心率呢 是消耗熱量的關鍵 消耗熱量是減肥的關鍵 那你的心率提升的越高 你就能消耗越多的熱量 很多人會選擇慢跑作為減肥的運動 那這是一個選擇 雖然慢跑對於心率的提升 不算是很有效的運動 原因在於慢跑的頻率通常很一致 就像呢你開半個小時的高速公路 跟開半個小時的山路 那車子的油耗呢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如果慢跑呢是你選擇的運動 我會建議你可以把頻率變換下來 30秒慢跑接30秒快跑 這樣快慢快慢交替 可以大大提升消耗熱量的效率 說到提升消耗熱量效率的運動呢 我個人是推薦你 各種不同的徒手訓練動作組成 串聯成15-20分鐘的訓練 每個動作練40秒休息20秒 除了對於訓練空間的要求很低 再加一個離家墊的大小就可以訓練外 很多很害羞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裡訓練 不用擔心在外面承受大家的眼光 中高強度的間歇有氧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將心率提升到很高 原因在於當你的身體 還沒有適應一個動作的時候 馬上就要再換下一個動作 而且藉由不同的訓練動作 還可以練到身體不同的肌群 也比較不會無聊 網路上有很多中高強度的 間歇有氧訓練影片 像我自己有拍過 另外我也推薦像是Made頻道 那邊有更多徒手全身性高強度間歇有氧影片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不錯的選擇 像是游泳 跳繩等等的 只要能夠讓你持續下去呢 都是很好的方法 最後還是要提醒想要減肥的人 習慣的養成才是你成功的關鍵 你會選擇少喝一杯奶茶 還是運動半個小時 或是每天願意少吃一點垃圾食物 加上15-30分鐘的運動呢 每天進步一趴 我相信一年後的自己 一定可以得到豐碩的人生成果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觀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剪開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拜拜